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124中确诊病例中 有23人出现冠病症状 而95人是在被指示隔离时确诊 其中84人属于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3人从国外抵达杀拉越 以及有8人是刚从国内高风险区返回杀拉越 另外 今日再有217人全域出院 累计出院人数达11605人 至今仍有262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Somuja移民局扣留营有239名非法入境者感染冠病 引起沙首长Nadoubatingi Abang Johari关注 他今日亲自巡视该扣留营 并批评安顿非法入境者的标准作业程序有疏漏 首长听取汇报时提出 Somuja移民局扣留营爆发集体感染 释出有因 而原因在于标准作业程序有疏漏 这些非法入境者在被带入扣留营之前 理应先在外面进行冠病检测 确定没有感染才能安置在扣留营 他说Somuja移民局扣留营有8栋宿舍 一栋有75名非法入境者居住 若没有冠病疫情 这并不构成问题 但目前正值疫情时期 75人住在同一宿舍 则显得太拥挤 阿邦佐哈利指出 沙政府不能等待联邦政府行动 因此决定帮助沙移民局 在Somuja移民局扣留营增加临时隔离所 他也指示沙公共工程局 立即研究需要增加多少个临时隔离所 以及所需经费 订阅你的未来 所有科学员 设计员 工程师 工程师 刘亭 破坏 和成功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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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搜集 禁止 禁止 例子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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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焦点 大胆匪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案 导致一名华裔妇女的货卡遭抢走 警方事后已从匪徒所租用 并且拿来干案的轿车资料中 掌握了两名匪徒的身份 目前正追查他们的下落 这起抢车案是昨天下午4点左右 在石脚一间商场的停车场发生 51岁受害妇女当时被匪徒以折刀 威胁启动车子 匪徒过后再把她推下车 抢走货卡 妇女被推下车时摔了一跤 导致右膝盖插伤 所幸伤势并无大碍 事发前她单独驱车前往案发商场购物 据了解连同货卡被抢的还包括现金 个人证件及银行提款卡 把她往警区主任爱迪伯和山警监受访时透露 目前警方已掌握两名试案者的身份 昨晚拉队突击位于宝光村一间住家 但两名嫌犯却不在 相信已经潜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 感谢大家的收看